首先我们要知道 人生难得 佛法难遇 太平盛世也是无常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珍惜 我们的人生 能够过好每一天 珍惜身边的人 爱护身边的人 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快乐 佛法难闻 我们都听到了佛法 那就要珍惜 有时间 就要修行佛法 有机会就要度化众生 太平盛世难得 人生无常 弘法的机遇难得 人生难得 我们在这样的太平盛世 有机会弘扬佛法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 用我们的全身心的精力 精神来弘扬佛法 度化众生 今天是初一啊 是弥勒扬佛法 我们知道啊 只要与学院结缘 结成缘 都有往生极乐世界的把握 你能度化一个众生啊 就相当于帮助了一个人 脱离了六道的痛苦 通过这预言解脱 解决生死问题 再通过我们的准题咒 准题法 积累功德和福报 让我们的亲人身边的人 都能得到佛法的加持 佛力 去除业障 增加福报 改变命运 体现一个良好的形象 那在今天呢 大家能够一起修行 一起吃松准题咒 一起供佛 供灯 供花 供乡 这是无数来啊 我们一起啊 前世修行的结果 那即使呢 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一起啊 在这书上的时刻 一起来修行佛法 不可思议啊 所以说随意 在座的美味的功德 还是要回想给大家 给大家身体健康 在虎年 虎虎生畏啊 吃好喝好啊 假期 然后我们很好的工作 为社会创造价值 给家人送去清廷 送去温暖 送去爱 给身边的人送去光明 送去智慧 彰显一个佛法 修行者的功德和利益 随即大家功德 那我们今天的功修就到这里啊 谢谢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